今早的AT個股推介 建議大家留意中海外688 簡選原因是 內地樓市今年第三季以來偏弱 展望2024年 受惠內房政策持續加碼 或者有著行業緩慢地走出低谷 中海外具有國企背景、財務穩健 在行業下行週期巨韌性 集團2023年11月 銷售金額按年跌了4% 去到229億元人民幣 頭11個月計劃上升11% 去到2870億 跑贏行業平均5.2%跌幅 大和預測 集團2024年合約銷售額達到3600億 2025年會達到3800億 中海外聚焦一二線城市優質資產佈局 上半年有關銷售佔比達到60% 集團9月開始 牙地節奏加快 今年以來獲取43幅土地 權益土地款較2022年全年增加9% 新增舊地金額接近90% 位於一二線城市 中海外的資產負債表穩健 位置三條紅線的綠檔 截至9月底為止 持有現金和銀行餘額 是大約1,155億元 正負債比率是39% 集團大股東中海外集團 現在持有他們的100萬股 雖然增持規模不大 但反映他們看好前景信心 以及中海外估值耳界吸引水平 中海外昨日收報13.4 彭博綜合券箱預測 公司2023年市盈率5.4倍 市漲率0.36倍 息率5.6厘 策略上可以在13元以下分住吸納 先上網下降軌大約15.6 中長線參考券箱給予平均目標價21.5